咖飘汁 今天小咖我来跟大家聊一聊咖啡豆的新鲜度的问题 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通常你们买到的一包咖啡豆 你开封了之后多长时间会喝完这包豆子 那一个月以内还是两个月 拿我自己举例我工作室的咖啡豆 我通常消耗的比较快 开封了之后可能两周内我就会给它喝完了 甚至是一周我就给它解决掉了 通常我自己喝咖啡从开封到结束 它味道的变化不是特别大 但是如果开封的时间太久 咖啡的风味也会流逝的越来越多 我之前我就收到一个私信 他说他的咖啡豆买了两年了 一直放在冰箱 问我还能不能喝 我看到私信了之后 我简直是瞳孔地震 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之前在洛杉矶的Blue Bottle的时候 跟他们店里边的一个店长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聊到咖啡豆的新鲜度的问题 他就打了个比方说 你会愿意吃放了两个月后的香蕉吗 这个比方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比如你去买了一串已经熟了的香蕉 肯定会赶在香蕉它出现坏块之前就把它吃完 当然香蕉在养化之后和养化之前 它是有很明显的外貌上的变化的 慢慢的它会从黄色变成棕色 直到最后变成了黑色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大家很容易的就能分辨出来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很多果实都会有一个容易从外貌上来分辨 它是否是新鲜的一个状态 咖啡豆就不一样了 你从外貌上来很难直观地分辨出 它是不是新鲜的 所以很多小伙伴在买了一包咖啡豆回家的时候 你刚拆封的前一周 你不管是在制作咖啡的时候和喝咖啡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香气很足 但是随着开封之后 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它制作的状态在发生变化 喝起来的味道好像没那么香了 也变得越来越苦了 我相信只要是有过咖啡制作经验的小伙伴 都经历过这个问题 这是我做的一个对比 这个对比我花了跨度一个月的时间 我用同一种咖啡豆 对比刚拆封的萃取状态 拆封的30天的 这个对比的视频你就会很直观地发现 同样的咖啡豆在开封后的不同的阶段 它制作的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喝起来的对比 在每一个阶段都有非常大的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它是负面的变化 我发现咖啡本身它香气物质 从刚开始的慢慢减弱 到最后完全消失 变成苦涩的木头的味道 看到这个视频的小伙伴 你肯定有过同样的事情发生 它这两个味道差别好好明显 这个喝起来很顺 带有它自己的这种坚果的这种味道 这个的话它明显喝起来就是色色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这种木头的味道就出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不少的咖啡品牌都在研究 怎么样用更有效的方式来保存咖啡豆的存储 来尽可能能够延长咖啡豆的存储的期限 那很典型的例子 那就是意大利的头号大厂伊利 他们就会用金属的罐子里面加入一些堕性的气体 让咖啡豆休眠 延长咖啡豆的存储的期限 从而能够运到更远的地方 卖到全世界各地 那如果只是咖啡豆袋子来装的话 你会发现在运输的过程中 那咖啡豆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 那有小伙伴你可能会在意到 你买的一些进口的咖啡豆日期啊 基本上都是三个月以上甚至更久 所以它的味道就有了不同程度的损耗 你去过意大利 你就会发现这个Lavazza或者伊利 你在本地喝过他们这两款咖啡的 你就会觉得他们的香气真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你在国内喝到同样的咖啡的时候 味道完全不一样 因为咖啡在长时间运输过程中 它的风味损耗太大了 那当然像伊利这种罐装加入多心器的方式 就有效地解决了咖啡豆运输损助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咖啡豆一旦解封了之后 它氧化的速度挡都挡不住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咖啡豆的赏味期内赶紧喝完 那有个小伙伴问 赏味期是什么鬼 我只知道咖啡豆的这个保质期 这个呢就是赏味期 这个大家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所以你今天买的小笼包 你不可能放到明天吃 对不对 同样放在咖啡豆上面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也有赏味期 那这个赏味期呢我自己测试过 在咖啡豆开封了一个月左右 喝完是比较好的 超过一个月之后啊 唉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很多小伙伴他买完咖啡豆之后 真的不能再赏味期喝完 该怎么办 那要么就尽可能的买小包装的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品牌的包装 做的也比较小 那有227克装 150克装 那对家庭来说还算是比较友好的 你喝咖啡慢的小伙伴 那我强烈建议你买小一点的包装 但是如果再多的话 存储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那其实我也看到了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存储咖啡豆的 有玻璃罐的 封口棒的 手动抽真空的 那这些呢我自己都测试过 玻璃罐本身呢它就没有保鲜的效果 那密封棒呢效果也有限 因为空气无处不在 手动真空罐效果还可以 那只不过是你每次要这个 手动一点一点的把气体排出来 我就很累 那直到我发现了这个电控的真空的吞出罐 那我发现它的密封性非常好 那比如这个盖子放在桌面上抽了真空之后 它根本拔不下来 你看这个它吸完气了之后 它是拔不下来的 我拿的话你看它连板子都一起吸起来 这个必须要放了气之后 它才能拿下来 而且盖上盖子之后的10秒内 它会自动的把罐子里边的气体给抽出来 那这个时候啊 你再拔罐子 它是拔不开的 必须得放了气 你听 它才能拔出来 我盖上了之后呢 大概10秒钟左右 它会自己抽里边的气出来 抽完了之后 它就拔不出来了 同时呢也能通过盖子上的日期盘来记录放进来的咖啡豆的日期 那我测试过的咖啡的味道啊 能够延长大约一倍咖啡豆的上位期 我现在的吧台就放了三四个来存储不同的咖啡豆 还能存一些干货呀 或者是容易受潮的卖片 长期以来啊 我也在寻找用什么的方式来存储自己的咖啡豆 特别是我们这种咖啡豆种类非常多的 或者是一些开咖啡店的小伙伴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存储罐它的效果怎么样 那用了之后呢 也希望你们可以反馈给我效果如何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